其實這些日子你最不開心的事 最不開心就像剛才所說 對不起一些不斷給我機會的人和公司 一直支持我的人 一直對我很好的家人 我對不起你們 其實這個內疚感是在裡面最辛苦的 沒有人跟你傾訴 對著四共不出行 沒有東西可以宣發自己深深的內疚 自責自己 這件事是最辛苦的 你會不會希望未來怎樣去補 我承諾了大家 我絕對不會讓這件事再發生 我會做更多事情去幫助社會 繼續給正能量這個社會 因為有很多人給我正能量 無論在裡面的那些職員 醫生 每天都給我很多正能量 叫我加油 所以我出來 盡我所能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我都會回回社會 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會不會在裡面都哭了很多次 其實 都哭不了幾次 最開始的幾天 是比較孤單 和一直都給內疚感 和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去攻擊自己的內心 然後又收到詩名給我的信 然後又收到公司對我支持和鼓勵 是否一看到封信 或者聽到鼓勵的時候更加崩潰 是的 還有在裡面 沒有人看不到 都可以盡情發洩 那 其實 在裡面 在裡面 是很難過的 所以 明天不要做錯事 你都受到很大的教訓 真的很大的教訓 家人對你的支持 家人 有些人 有些人來探望我 他們 爸爸媽媽 都很擔心我 我最殘忍的就是這一點 令到他們 一把年紀都很擔心我 那 他們對你說什麼話 他們 他們 都是鼓勵我 因為他們可能 他們都擔心我 我會害怕 反而要兩個老人家在外面 擔心我和鼓勵我 可以回家了 你最想做什麼 其實我最想做的 是去探望我爹媽媽 但是無奈 他們剛剛中了 去捉高板 所以遲一點點 等他們出來 再去探望我 對 還有吃碗麵 因為裡面沒有麵吃 你也要加油振作 知道 這一刻還有壓力嗎 還是壓力才剛開始 其實一直在裡面 一邊想出來是怎樣 都很大壓力 一邊好像昨晚一樣 都一邊睡不到 一邊去想一下 今天出來會遇到什麼事 到現在 其實都放鬆了很多 希望這件事過了之後 我可以 重新出發 會不會怕不敢出街呢 可能因為會有很多傳媒追訪 自從我發生了事之後 都少了出街 因為都有很多傳媒朋友 去追蹤 去問 但是我在這裡跟各位說 不好意思 因為之前 我的案件還在審判 所以不方便說這麼多話 我不是不想 沒有禮貌不認他們 但是我沒有事情可以在那段時間說 所以不好意思 現在你會不會都想見朋友 還是想給自己一點空間 我想我現在 這段時間 最想給的時間 就是給回家人 所有朋友 我知道他們很關心我 我多謝他們 但是我這段時間 最重要是跟家人相處多些 因為其實我 入行二十幾年 近這十幾年 都很少陪他們 過了這十八天之後 我覺得我應該抽多些時間 所以各位朋友 遲些 再跟你們交流 對 對 我來說 謝謝 谢谢大家